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员为您提供Dotimaro加CSS技术入门视频教程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这个背景属性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文本属性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文本属性呢 这里我罗列了这个七个,一共有七个这个知识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Text and Learn 那么这个呢很熟悉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在学习Atimaro类章那个章节的时候呢 我们也用到过And Learn 那么当时呢它并没有这个前面的这个前缀Text and Learn 对吧,它只是有一个And Learn 然后定义我们的这个方向对吧,排列方向 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用CSS来代替它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值呢默认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呢是左边,几中,然后是右边 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Ctrl C上一节课的,然后Ctrl V 然后将Stale里面的样式去掉 然后将Bord里面的样式去掉 然后保存到第十六节课 好 第十六节课啊,不是十六节课 好,然后里面呢 保存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首先来一个P段落 然后麦子学院 好,然后在这里我选中这个P段落 给它复制复制样式 我给它这个文本的排列方式 Text Alone 对吧 好,我让它怎样呢 默认是左边,居中,居左对吧 左边,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默认值有没有变化 打开一下文本 那文档 好,默认在左边 那如果要让它在右边呢 我们就可以更改这个值 Write 刷新 好,右边对吧 居中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Center 好,居中 那么就是第一个属性的一个使用方法 Text Alone 很像排列 好,那么我们把它更改为什么呢 Left 好,Left默认居左 对吧 刷新 好,居左了 然后第二个 Left 文本航高 那么这个文本航高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好 它是 它的值呢 我这里有两个啊 第一个百分比的情况下呢 它是基于字体大小的这个百分比航高 好,字体大小 那么在这里 我 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定义 Found Size 定义字体大小 20个像素 好 20个像素 然后我再来定义什么呢 定义文本高度 Left 好 首先我定义为20个像素的时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Mize学院 对吧 我把这个Mize学院呢 内容加的长一点 然后我给它加一个这个负极元素 Div 好 负极元素Div 然后给这个Div呢 添加一个这个样式Div 有一个宽度 好 宽度是多少呢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300个像素的宽度 好 然后高度呢 也是300 其实高度也可以不要的这个东西啊 因为它会自动去这个填充 好 当我们为300之后 有一个容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对比了 好 现在默认的什么呢 行高是多少 是20 对吧 我们字体大小也是20 那么也就是说 第一个文字加上它外边的区域 一共就是20 也就是这一行 它总共就是20个像素 那么高 好 那么如果我把它变为 比这个字体还要小的一个行高呢 它会出现怎样一个情况呢 比如说我给它设置为10个像素 好 那么来刷新 哎 我们就发现两行文字进行重叠了 那么第二行呢 重叠在上面一行 重叠在下面一行的一半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10个像素 10个像素的行高 而我们文本呢 是20个像素 所以说只占了它一半 当它下一次排列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生一个重叠的状况 对吧 重叠的状况 好 所以说这里我把它更改为什么呢 40个像素 再来看一下 好 那么它就会排列的时候 多出 多出一行这样的一个宽度的一个距离 好 那么这就是20个像 40个像素的时候 对吧 40个像素 就是默认诈两行 两行的一个距离 一行是文字 然后上面空白的这个区域呢 它就有这个文字 一行这么高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属性的一个用法 好 那么我们 这个百分比和它呢 是怎样来区分呢 那么百分比是基于字体大小 那字体大小 也就是它自身 自身的一个大小 好 那么现在是20个像素 对吧 好 那么我给它设置一个百分比 呃 看一下啊 百分比 那么20的50%是多少啊 是不是百分之 是不是10个像素 对吧 50 好 50% 那么同样的 它也会出现各种的那种情况 对吧 好 占用一半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百分比和这个固定值的一个区别 好 我们来学习第三个 text text 好 首行缩近 那么首行缩近呢 它同样的也有这两 这三个啊 第一个呢 是负元素的百分比 那么这里所讲的百分比 它就是依据什么 依据负元素 好 负元素就是div的一个宽度的一个百分比来进行缩近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来啊 试验一下 在这里 text indent 好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设置为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 好 那么它的宽度就应该是一百五十 好 什么意思 就是它首行缩近 啊 大家都知道首行缩近吧 对吧 首行缩近的位置呢 就是百分之 也就是说第一个文字 那么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才开始出出现的 而前面呢 都是空格 好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呃 好 容器的百分之五十 对吧 我们容器现在是这么宽 好 这样一个宽度 它占了容器的百分之五十的首行缩近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缩近距离 好 那么回来 如果我们用像素呢 好 用像素 用固定值 固定值 那比如说 现在一个字是二十个像素 对吧 二十个像素 那么我们想让它空两个字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通过四十个像素来改变 好 四十对吧 哎 刚好 刚好第一行空了两个字的这个距离 对吧 两行啊 两个字的这个距离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tax indent 这个首行缩近的一个方法 而且它还有一个继承的这个属性 它继承的这个属性 属性值 那么它呢就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继承它负元素 负元素的一个这个样式 好 那么如果它有子元素的话 那么它就会继承 那么这个继承呢 同学们下来可以自己去练习一下 好 那么就当是一个课后作业 好 然后我们来继续 这个letter spacing 好 字符间距 那么它呢 是用来定义我们文字与文字 文字与文字之间的一个距离 好 比如说学学与愿之间 这个愿字之间的一个距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这几个值 它第一个是 那么那 对吧 Morand 好 然后后面呢 是通过设置具体的数值来设置 那么它的值呢 可以设置成负值 好 然后就是继承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letter spacing 对吧 在这里 letter spacing 好 同样的和上面这个行高是一个道理 那么一个一个这个字体是20个像素 对吧 我想让它空出和字体同样一个文字所在的一个区域 好 多少呢 20个像素 那么现在我们来刷新的时候 这个字与字之间就会有一个字的这个间距 好 对吧 哎 My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空格区域 它占了一个字的这个距离 好 那么这是这个letter spacing 然后呢 它有默认值呢 好 有默认值 默认值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一个现实效果 好 刷新 好 默认值呢 那么就是我们默认情况下的一个没有定义的时候的一个间距 好 的一个间距 那么这个数值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为负的 好 当我们设置为负的20%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重叠对吧 刷新 全部都重叠在一个字上面去了 好 那么设置为负1呢 看一看 好 刷新 哎 效果不是很明显 对吧 负1不是很明显 那么负 我们看一下字体是10个20个像树 的话我们把它设置为负10 那么它会一半对吧 一半 哎 麦 麦子的子一半 麦子的一半这个子就过来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是啊 这个 letter spacing 好 然后我们看完这个letter spacing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word spacing 好 单词间距 那么这个单词间距呢 它是啊定义我们这个单词英文状态下的一个距离 好 那么它的值呢 默认的也是normal啊 这个默认的这个标准间距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个p download 同样的是一个p download 然后后面呢是什么呢 麦 麦子 好 麦子 学院 对吧 好 每个单词之间呢 有一定的这个 有个空格 表示这是个 一个组合 对吧 麦子 我们来刷新 好 在这里呢 把这个给换一下 换成什么呢 换成20或者是10个像素 那么就占半个字的距离 对吧 好 那么是这样 还是有一点大 我们给它设置为 三个像素的间距 好 这样来 然后这里我们来看一下word spacing 好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值 more呢 是标准间距 那么也就是我们more的一个默认值 好 more的情况下的一个距离 没有变化会 好 没有变化 对吧 没有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给它更改为固定值 比如说px像素之类的 好 我们给它更改为20个像素 好 20px刷新 哎 发现没有 麦子与麦子 这个值之间呢 单词距离变大了 对吧 好 测试得更大一点 200个像素呢 哎 很远很远的一个距离了 对吧 单词与单词之间的距离 好 这个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 好 那么我们把更改为 十个像素 好 单词与单词之间 十个像素 呃 继承呢 也是同样的 大家自己去测试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direction啊 文本方向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定义我们的文字 从哪一边到哪边开始显示 那么现在好 麦子是从麦子开始显示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文字给它减短 好 减短 然后只有一个麦子学院 这是个字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来来使用这个属性啊 direction 在这里 这个单词怎么拼的 不是这个单词不是经常用 好 那么它的值呢 非常好理解 好 第一个 ltr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 left to right 对吧 从左到右 那么 其实右边呢 大家也能够想到了 对吧 right to left 好 从右到左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默认值是left 从左边 to到右边 对吧 好 刷新 没有变化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更改一下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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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从右边到左边 left 好 刷新 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变化 对吧 看一下 哪里有问题啊 这个好像不是没有变化 这是我的这个观察的这个失误啊 呃 看一下啊 right to left 好 从右到左 刷新 呃 right to left 更改一下呢 right to left to right 刷新看一下啊 呃 这里 把这个 宽度加一下 加到900 好 900个像素 然后刷新 呃 这样吧 把这里的这个样式给它去掉啊 去掉 可能这个样式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讲课 好 好 呃 现在是从 左到右 对吧 从左到右 那么我们把它更改一下 right to left 对吧 刷新 好 从左边开始写文字了 对吧 好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字呢 它是从书写方式 就像我们古人一样 古人书写是从上边写到下边 对吧 然后从 从右边的上边写到下面 一次到左边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定义它文本从哪边开始写 好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同样有寄成值 寄成复原数的这个设置 好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text transform 好 文本 大小写 好 文本大小写 那么 之前呢 我们上一课 上一课讲 不是上一课 好像是之前讲过 对吧 讲过有一个这个 以这个大写 小型的小型的大写字母来显示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它是定义我们文本大小写的一个方式 好 text transform 那么我们在这里来 好 这里 text transform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值 那么 有这么几个 首先呢 我们从第一个值来看一下 第一个值 那么 每个值 每个单词以大写字母开始 大写字母开头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 加一下 刷新 好 我们发现 有没有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 好 什么变化 我们这里这个麦子 只有第一个麦 它的这个拼音的第一个是大写 而其他都是小写 对吧 但是我们在小写的时候呢 哎 不是我们在 在我们使用这个属性值的时候呢 它就将我们每一个单词的第一个给大写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属性的用法 每个单词以大写字母开头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定义仅有仅有大写字母 啊 这个怎样来理解呢 好 直接来拿过来看一下就就明白了 好 哎 发现没有 所有的文字 不管你是大写还是小写 都给你变成大写 好 那么是这个 然后下一个是小写 对吧 那么不言而喻 都能明白 好 就是把它所有的全部转换成小写 好 刷新 看一下 对吧 哎 全是小写 好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 text transform 这个属性的一个 继承 继承 继承负元素的一个属性值 好 那么这个呢 大家下来呢 自己去练习一下 好 那么 这一节课 我们讲的这个知识点呢 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么大家下来呢 要自己的来练习一下 多多练习一下 好 那么这一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